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正面话语 为你迎来美好人生 有一间家具公司做了一个实验 并且把过程拍摄成为影片 放在网络上 名称就叫被欺负的植物 首先他们找到了 在商场里贩卖的两颗 一模一样的绿色植物 将它们各自加上保护的玻璃后 便带到一所学校去 分开左右两边并排 安置在同一个地方 左边的那颗植物 每一天都会有人不停地欺负它 用语言来攻击它 对它说 你一点用途都没有 没有人喜欢你 你的存在就是个错误 你长得一点都不绿 而右边的那颗植物呢 则恰恰相伴 它每一天都会受到赞美 随着时间一滴滴的过去 除了语言上的不同对待 两颗植物其他的安排 没有一点差别 工作人员每天都会给它们 浇水 湿北 晒太阳 待遇完全一样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三十天后很明显的 左边那颗接受过许多负面言语 和被人欺负的植物 竟然枯萎了 而右边那颗一直被人称赞的植物 却变得更加健康和茂盛 两者的差一直打 让人正视到话语的力量 以及霸凌对人的影响 即使对象只是一颗植物 亲爱的朋友 话语是非常有能力的 即使是一颗植物 也经不起负面话语的影响 渐渐地枯萎凋零 进而失去了生命力 而更何况是我们呢 可见话语对一个人的人生走向 对他自我的认知和自我形象 有多么的重要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 必饱得美福 人手所做的 必为自己的报应 你被口中的话语缠住 被嘴里的言语抓住 意思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口有着巨大的能力 我们的口会结出果子 我们说的话会有执行的力量 会带出某种必然的结果 它会使我们保得美福 或是我们被缠住 就像故事中的那两颗植物 一颗每一天接受正面鼓励的话语 就使得它惺惺向荣 而另外一颗 只因为负面批评的话语 变得枯萎没有生气 亲爱的朋友 话语就像种子 具有创造的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的口里 说出来的话 会创造出我们所说的 那个结果 所以不要再一直说 不可能了 我老了 我没有用了 我身体很糟 等等负面的话语 我们要学习对自己 对别人说正面肯定的话 而不说那些批评 攻击自己和他人的话语 要常常说好话 说祝福的话 今天就开始用正面肯定的话语 对待自己和别人吧 当你不断地在你所在的环境中 说好话 说祝福的话 上帝必定会更加地祝福你的生命 为你创造美好的未来 你的人生 必会因此走在蒙福的路上 越来越明亮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星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凌凉堂 祝福您平安喜乐